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2月下旬正式发表了全新的廉价版机型iPhone 16亿,这款新机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首发搭载了苹果自研的5G数据机CE。 这也是苹果自2019年7月收购英特尔手机数据机晶片业务之后,自研5G数据机晶片又经历了近6年的难产之后的首个成果。 如果从2017年,苹果与高通决裂启动自研5G数据机晶片时算起,已过去了8年。 虽然苹果并未公布关于CE的细节参数,但是据路透社报道,苹果硬体技术高级副总裁Johnny Sluge在加州桑尼维尔的苹果西谷实验室接受采访时表示, Z1是苹果迄今打造的最复杂的技术,其采用的是台积电先进的4nm晶片制程技术制造,配套的射频晶片则采用的则是7nm制程技术制造。 从苹果官网披露的iPhone 16e的蜂窝网络和无线连接规格来看, CE支援大多数关键的4G和5G技术,包括具有4x4mm的SARB 6GHz 5G网络, 具有4x4mm,FDDLTE,TDLTE的千兆LTE,以及2G和3G网络。 苹果表示,CE可提供快速稳定的5G行动网络连接,连接效能显著提升。 此外,CE还整合了WiFi 6和蓝牙5.3模块,还具有客制化GPS系统和卫星连接功能, 能够方便iPhone用户在没有行动蜂窝网络时使用。 不过,CE并不支援WiFi 7、5G毫米波、TDD十分双公4G和TDD5G网络,以及DCSPAW。 这也使得CE在能耗上得以降低。 虽然5G毫米波可以提供非常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但要支援5G毫米波,手机就必须封装相控阵天线,并严重依赖波数成型技术。 支援毫米波的5G手机必须不断调整波数并实时管理多个天线元件。 这意味着更强的续耗处理能力,更频繁的功率放大器使用和更高的功耗。 TDD网络使用单一信道进行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传输, 但时间间隔不同,这增加了灵活性并提高了频谱效率, 使其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受益。 但是,TDD网络要求手机和基站之间有严格的时序同步, 以及UL和DL之间的切换, 因此,手机必须不断调整其传输时序和无线电电路, 这增加了处理开销并增加了功耗。 此外,在续耗较弱的区域, 手机必须增加其传输功率才能保持连接, 这在TDD中比在FDD中更费力。 DC-SPAR功能通过使用两个载波频率, 而不是一个来提高数据速率, 这意味着设备的无线电组件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从而会导致功耗增加。 因此,CE虽然放弃了对于5G毫米波、TDD和DC-SPAR的支援, 但是也避免了功耗方面的问题。 再加上数据机晶片和射频晶片, 分别采用了台积电4nm和7nm的先进制程工艺, 功耗无疑也将会被进一步降低。 CE与F1A系列处理器晶片的紧密集成, 也将使得其功耗和体验得以进一步优化。 苹果无线软体副总裁Aaron Macias指示称, 如果iPhone遇到数据网络拥塞, 手机的处理器可以向数据机晶片发出讯号, 告知哪些数据对时间最为敏感, 并将其置于其他数据传输之前, 从而使手机能够更迅速地响应用户的需求。 此外,CE和iOS系统的紧密集成, 也将使得它可以启用自己的专有电源状态, 从而能够在不降低效能的情况下降低功耗。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 苹果称, CE是iPhone上有史以来最节能的数据机, 并且还提供快速可靠的5G连接。 虽然苹果并未透露, CE晶片的峰值下行速率, 但由于缺少了毫米波技术的加持, 其速率可能并不高。 网络上有相关猜测称, CE的峰值下行速率可能只有4Gbps, 这与高通5G数据机晶片, 骁龙X70的10Gbps峰值下行速率相差甚远。 iPhone 16E作为首款搭载苹果自研5G数据机晶片C1的试水之作, 如果后续市场反馈良好的话, 苹果今年推出标准版iPhone 17和低阶iPad的机型上, 也将会搭载CE晶片。 根据此前彭博社记者Mark Gurman的爆料显示, 苹果将会在2026年推出第二代的5G数据机晶片, 峰值下行速率将会提升到6Gbps, 并支援毫米波技术, 以便更好的替代高通的5G数据机晶片, 届时iPhone 18Pro系列以及iPad Pro的高级版本或将搭载。 苹果2027年推出的第三代5G数据机晶片, 则可能会在效能上追上高通的5G数据机晶片, 甚至实现击败高通。 苹果的目标是在5G数据机晶片的效能和效率, 以及AI功能方面击败高通。 值得注意的是, 2024年1月, 苹果将其与高通的合作协议延后到2027年3月。 如果后续双方合作不再延期, 这也将意味着苹果自研5G数据机晶片, 有望在2027年实现对于高通的5G数据机晶片的完全替代。 苹果硬体技术高级副总裁Janice Ruggie说道, 他们为几代人打造了一个平台, C1是一个开始。 他们将在每一代中不断改进这项技术, 以便它成为苹果的一个平台, 让苹果的产品真正与众不同。 显然,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苹果确实有望在2027年, 实现在其iPhone、iPad等全系列产品中, 实现自研数据机晶片对于高通数据机晶片的替代。 此举预计将帮助苹果节省一大笔向高通采购数据机晶片的费用。 不过, 预计苹果仍需要向高通支付通信专利授权费。 对于高通来说, 从现在开始, 其来自苹果的营收就像开始受到持续的负面影响。 此前, 华尔街研究机构Wolf Research分析师Chris Castle就曾发表的研究报告称, 苹果将会在2025年推出的iPhone17系列当中, 首次导入自研的5G数据机晶片。 预计将造成苹果对高通贡献的营收同比减少35%, 预计2026年将再度减少35%。 但现在, 随着苹果iPhone16亿发表, 该机首发搭载苹果首款自研5G数据机晶片C1, 标志着苹果在摆脱对高通依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总体来看, 目前的数据机晶片市场是一个高度成熟和高度竞争的市场, 仅剩的玩家只有个位数, 而有做出5G数据机的晶片的更是只有高通、 联发科、 展锐、 华为、 三星和苹果这六家厂商, 而苹果作为最后入场的玩家, 必然面临前面5家5G数据机晶片厂商多年来所积累的通信专利壁垒, 以及诺基亚、 爱立信等众多通信设备大厂的通信专利壁垒。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苹果在2019年7月, 赤资10亿美元收购英特尔手机数据机业务之后, 不仅获得了2200人团队, 也获得了17000项无线技术专利。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苹果在通信专利上的薄弱。 但是, 随着搭载苹果自研5G数据机晶片的iPhone16亿的上市, 相信众多的通信专利厂商都会纷纷研究苹果的5G数据机晶片的iPhone16亿的上市, 以进一步确认是否有侵犯自家的通信专利。 要知道, 这可是一块大肥肉。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